肚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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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自信了 其實你知道這邊有一個痘痘 還是什麼其他都還好 對啊 一個油性肌膚的人 永遠一顆痘子都不長嘛 肌膚是活的耶 哈囉 上個禮拜我們拍那個 疫情在家裡居家換膚的短片 引起下面热热的讨论啊 我本来真的没有要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我们的小编会出我的意义 然后他就Upload到YouTube上面去 因为里面太多 我没有讲得很清楚 因为会导致下面有人很confused 就是说你这个居家换肤 到底可不可以每天在家里使用 然后还有为什么妆艺是脸 我会这么红 那我是一个重度的A醇或A酸的使用者 我的皮肤以后到底会不会变敏感 我难道就这么红下去吗 其实已经隔了一个礼拜后了 过去这一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做了那个居家换肤 我皮肤有点小脱皮 你要看我脱皮 你到我之前的影片去看 所以现在脸上完全一点脱皮都没有 很干净的 可能一两颗生理痘而已就这样子 那我再洗一次脸 跟再做一次磨砂 还有用控油棉片给大家看 我的脸完全不透 好 完全不红 所以不要太担心 哦 我使用了之后 我的皮肤会像妆艺师一样那么敏感 No 我的皮肤没有敏感 我的皮肤是健康的 Perfect 我现在的脸没有上妆 这是完全素颜 我早上起来素颜的情况之下 给大家看 这是一个很真实 下面有网友留言说 我很真实 对 我是一个油性肌 我还是会长痘痘 我虽然是重度的 就是A醇和A酸的爱好者 还是会长痘痘 因为最根本的原因 那个油没有拿掉嘛 我没有吃那个口服A酸 所以我一定还是会长痘痘 这个是我妈妈伸给我的 我只能去怪我妈妈 但是我没有要怪我妈妈的意思 就是这样 OK 皮肤是活的 你一辈子都一定会长痘痘 只是多或少而已 所以呢 我今天是因为 这个 这些A醇跟A酸 帮助我帮了这么大 今天是好东西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就只有长一两颗 我也没有要打算把它盖掉的意思 就是很裸露的给大家看 你今天你的医生 他就是一个油性肌肤 他就是会长痘痘 如果你今天真的认为 你的皮肤科医生 他是油性肌肤 然后他还在长痘痘 而影响到他的专业 then No 我没有玻璃心 I don't care 就是你们的评论我会看 这个就是人 好 人就是会长痘痘 第一个步骤我们就先来洗脸 为什么有网友问 就是说 为什么之前讲一分钟 那现在是讲两分钟 这个还是跟你的那个皮肤 你今天如果是干净 你就洗一分钟 那你皮肤是超级无敌油 你就洗两分钟啊 皮肤真的是很一人而异 皮肤白白走 没有办法 一个东西讲到 就是一种 一种方式 但是我因为早上才洗过脸了 现在我再洗一次 所以我只打算洗一分钟 那接下来使用磨砂膏 一样 一坨磨砂膏 好 然后 放在脸上 这个microphone会收到那个磨砂的声音 你收到那个声音 然后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你对了磨砂改观 以前就是觉得说不要去伤害脚脂啊 因为脚脂它是保护我们的皮肤的 后来发现为什么会一直长痘痘啊 酒糟 然后还有一些皮肤暗沉的问题 它是跟脚脂代谢异常有关 那如果你不把就是脚脂代谢掉 还是不是很好 那我们有化学性跟物理性的 那化学性就是A酸A醇果酸 心儿酸水溶酸这些东西 有些病人的那个脚脂太厚了 你用一些物理性的它会更加强 所以好的磨砂膏它其实是会帮助 做这些mechanical的exfoliation 所以我对它改观了 如果你今天你才擦A酸跟A醇的时候 你脸已经很痛了 少使用一点 可能一个礼拜用个两三次 啊你是干性肌肤 一个礼拜用一次到两次 如果你今天是油性肌肤 你没有天天在使用A醇的话 请每天使用 因为这个对你毛孔清洁是很有帮助的 我没有很大的力啦 轻轻的摸 那接下来我们再用Wear Control Pad 这里面是水洋酸 水洋酸果酸之类的东西 就是一些酸 那因为一个礼拜没有用A醇了 你的脚脂它其实都长回来了 这个脚酸跟杜鹫花酸 可能擦上去之后还是有点红 大概会使用A醇大概15天 那我都会很密集很密集的使用 例如说我一个礼拜我就会连续使用7天 然后我会停7天 就是我会on and off这样子使用 好 这个是刚刚讲的就是DRX的那个美白精华 其实只要你没有在使用A醇的时候 你用这些东西其实都不会红 我是长期的A醇使用者 它不是一个敏感肌 敏感它其实是一个症状 跟它是一个病 如果你今天你是因为你使用了A醇 所造成的皮肤红痒脱皮痛 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敏感的症状 但是它并不代表皮肤会变敏感 有网友问说九糟可不可以使用A酸跟A醇 可以 我的病人他是很严重的九糟的病人 我们叫他使用了A醇大量脱皮之后 开始很泛红 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他会突然跟我讲说 九糟的症状缓解了 敏感的症状 好注意哦不是敏感 而是敏感的症状缓解 那你说今天这个A醇是不是帮助你的皮肤 不是它绝对是帮助你的皮肤的 它绝对不是一个 会造成你皮肤敏感的一个凶手 我的皮肤没有敏感 这个是我的专业 所以你们下面留说 专业师的皮肤是敏感 就是我一定要跳出来就是说 这个不是正确 这也不是正确的观念 使用A醇不会让皮肤变得敏感 就是你的皮肤 因为你长期使用下来 你的痘痘减少 你的九糟减少 然后它启动皮肤 增皮层里面的这些变化 都会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健康更年轻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绝对不是变敏感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因为那个其实它是一个急性的发炎反应 所有人的油性肌肤 它都会造成皮脂腺的一个慢性发炎 发炎在皮脂腺的周遭 慢慢慢慢的 我们的毛孔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皮肤就会硬掉 这我们就讲的毛孔一样的疤痕嘛 一个慢性发炎 跟一个急性发炎 它在生物体上面所启动的一些修复基转 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皮肤慢性发炎 造成毛孔粗大 造成疤痕 造成痘痘 我们需要把慢性发炎 中止掉 需要一个急性发炎 A唇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在医学上面有很多的治疗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糖尿病族 糖尿病的脚 它是一个烂掉的伤口 你今天如何能够让它修复 能够让它长回来 其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你需要再给它一个急性发炎 其实例如说我今天进去动手术 把上面的伤口再挖的更大一点 再让它重新长一次 有人说它擦了A酸 VTR你没讲 各种地方 冒得如如雨春笋 OK 你擦了A酸之后 本来它就会有排斗的情绪 它就是脚趾让它剥落了嘛 所以下面的粉刺 它就会一颗一颗的冒出来 所以它可能会排斗一个月 甚至到两个月的时间 请有耐心的继续擦下去 粉刺都排干净了 你的皮肤就会变健康了 他有一次说它怎么在沙漠那边 它也可以擦吗 我们干是因为有死皮黏在皮肤上面 所以你摸起来干 皮肤不应该是干的 人体60%是水 所以它摸起来应该是水的 那都是因为你摸到的是老费角质 所以你才会觉得干 纵使外面很干 如果你今天能够 皮肤自己一直不远不断的给它的水分 那会是perfect 只有A酸跟A醇 还有一些gross factor的东西 抗氧化的东西 它才能让皮肤变回比较健康的状态 它才会开始自己产生出饱水 我们要的是自己产生出饱水嘛 那而不是外来给的 其实我为什么会一直讲A醇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每天可以使用的东西 或者是你今天也要救急 你可以收放自如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说好你今天你要出门 就停掉一个礼拜 如果有人看到你的皮肤 就会觉得超级无敌漂亮 你长久使用下来 你就会知道说我大概几天 我不擦A醇之后 我就可以有那个容光环发 那每个人不一样 你自己要去观察这个时间点 你只要一停掉 然后你再继续开始擦它 还是会产生一些角质嘛 所以你还是会有微微的脱皮的情形 然后你已经长期再擦了 所以你的脱皮并不会脱得太严重 A醇跟A酸这个东西 它的效果跟它的剂量 非常非常的有关系 你擦的量不够 你会得不到那个效果 你没有弘氧脱皮痛 它就没有办法启动那个修复 你就是要擦到一克 最少最少要擦到半克 什么是一克 一克就是一个尾结 那如果说是半克就是半个 一般民众最需要学的 就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保养 因为这个就是有科学根据的 它一定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容光环发 为什么我们的皮肤 它为什么这个地方一定会比较红 其实我们今天脸的皮肤 它有分非常多的cosmetic unit 就是美容单位 例如说你眼周会是一个单位 你额头会是一个单位 你这边会是一个单位 你嘴巴周围会是一个单位 鼻子会是一个单位 完全素颜 没有任何颜色的情况之下 你皮肤看起来一定是色素不均的 今天在IG上面 例如说你今天或是你今天有化妆 它常会是均女的 所以 所以干嘛批评我们 对不对 我们也不想批评啊 对不对 将心比心嘛 大家不忍啊 谁不想漂亮 每个人都想漂亮 对不对 太棒了 太棒了